我们在现实生活中 当我们的父母 傲慢发火 或无理或怨恨的时候 我们已经学了 这个道德经了 但是 我们作为儿女的 如何才能去 利用这个自愿的法则 行好我们的道 因为他们是没学 但我们学了 在这个矛盾中 我们怎么去 生活啊 这也是我们生活中 经常碰到的一个问题 是这样 好 以我个人 我讲我个人的例子 那么大家可以参考了 我跟大家讲 分享一点就是 我从小到大 从有记忆以来 从小到大 从来没有被父母亲打过一巴掌 连一巴掌都没有 何况拿棍子打 我从小到大 没有被父母亲打过 很多人也许觉得 奇怪 这个怎么有可能 我说的是实相 我父亲 他是受日本教育的那种观念的 都是大男人主义 很权威式的 我父亲的个性脾气 那是都是很强悍的 他讲什么 都不容许你去跟他讨价还价 也不容许你去质疑 反正他错了 你也要说对 所以那种权 很权威式的观念 我父亲他会打小孩 会打小孩 我妈妈呢 他是很慈悲的 很柔软的 对我们这些小孩子 都是用爱的教育 虽然我妈妈 他不认识几个字 不认识几个字 但是他却很有智慧 都用爱的教育 对待我们这些小孩子 都用鼓励性的 对待我们 我父亲他这么样的权威 这么样的霸道 而为什么我从小到大 没有被他打过 因为他 我父亲人算长得蛮英俊的 在村庄里面 闽南人 闽南人如果称 以前并没有这个帅哥 这个名称 如果对那个长得很英俊 很潇洒的 闽南人用什么称呼 知道吗 这里有没有福建 福建闽南的 老一辈的 闽南人都称为 我用闽南话讲 黑狗兄 黑狗兄 黑狗 黑狗啊 那个狗啊 黑狗兄 意思就是说 这个老兄 黑狗兄 黑狗兄就是说帅哥 长得很漂亮 长得很英俊这样 我小时候 在村里面 如果别人 因为我父亲 他因为长得蛮英俊的 所以结果呢 他娶了小老婆 娶了小老婆 住在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地方 所以他一个月 我出生 我出生长大的过程 他一个月大概回来老家 大概两三天 回来走走看看 走走看看 所以 你说 这样的家庭 对我到底好或不好 没有绝对的 我并不是像 虽然家庭不是很完整 但是呢 父亲因为他很凶 他住在其他地方 所以我就没有被父亲的那个权威所伤害 你说好或不好 好 在我小时候成长过程 我会抱怨啊 为什么我父亲跟别人不一样 为什么我 我很难得到父亲的爱 为什么我有基督以来 我没有被父亲抱过 我有记忆以来 没有被他抱过 所以在我初中高中时期 会进入那个叛逆阶段呢 我会对父亲不满啊 你为什么生小孩 你不负责任 当然口气不是这样的 所以当然以前也会觉得我不完整的情况啊 但是我妈妈他们对我们这些子女 我上面有两个哥哥还有一个大姐 对我们这些小孩子妈妈都是用爱的教育 他跟我们讲说 我们这几个兄弟 我们这几个兄弟 他除了有一次打我二哥之外 其他都没有打过 会打我二哥那一次是因为我二哥他那时候蛮叛逆的 叛逆 然后煮什么饭菜给他吃 他不喜欢的话 以前不喜欢他会会闲 会嫌弃 那有一次他不喜欢 结果他把饭菜都 一生气他把饭菜从桌上把扫掉 所以妈妈他 他才很生气打了二哥一次 打了一次之后 再来我二哥 再来就不敢这样了 如果煮出来饭菜他不喜欢 他推到旁边不吃 他不敢扫掉 你看就只有打那一次 打我二哥一次 其他的我们几个兄弟姐妹都没有被打过 难道我们不好吗 事实上母亲都是用爱的教育来启发我们 尊重我们 也引导我们怎么样去对我们的所作所为来负责 所以父亲他的严厉 但一方面因为他自己住在另外 跟阿姨他们住在另外一个地方 另外一个家庭 你说这件事情到底对我们好或不好 所以在我成长过程 我也一样会抱怨我父亲 但是我妈妈 我妈妈她信用度量很大 从来不跟我阿姨计较 不跟我阿姨计较 妈妈还劝我们 她说 你的父亲虽然没有十全十美 但是比他坏的还有很多 比上不足 比下有余 我妈妈从来没有要我们去承认父亲 你看 所以我青少年那个叛逆的阶段 对父亲的不满 也是妈妈跟我们讲 要包容 接受 往好的方面想 他还是会关爱你 就这样 所以因为妈妈的那种宽宽大量 她的爱的启发 让我对父亲的恨也化解 也体谅后来从更大的宏观来看 也体谅父亲 因为那是她的姻缘 包括以前也会恨我阿姨 因为觉得她总是 比较自私的要照顾她的小孩 她身边的小孩子 自己生的小孩子 然后对我们这边都是比较苛刻 但是我们也去将心比心 去原谅她 包容他们 因为我父亲早就跟我妈妈结婚之后 两三年就另外娶小老婆 所以她是两边家庭都有 所以变成我在整个家族里面 我是都排老腰 我排老腰 也可以体会 因为她有她的姻缘 而且那些都已经是历史事实了 我们如果不满抱怨 于是又有何补 你不接受这些情况 你又能够怎么样 你再怎么愤恨不满 你又能够改变得了什么 阿姨早就已经是在这个家庭里面 然后也生了好几个小孩子 三个女的 两个男的 她那边又有五位 所以以前会跟她的 跟那边的兄弟会有一些隔阂 后来觉得错也不在他们 错也不在他们 所以后来我们大家就是一家人 但是我阿姨很早就死掉 四十几岁 还不到五十岁就死掉 死掉之后 父亲希望两家合为一家 也动员我妈妈的哥哥 劝我妈妈同意两家合为一家 因为我们那时候我们本来觉得 我们已经可以独立自主 我们可以不需要依靠父亲了 我们本来想说 不要了 我们这些兄弟可以照顾好妈妈的 不需要 但是我爸爸他就希望破镜重圆 动员我妈妈的哥哥 说服我妈妈 也说服我们这些兄弟能够同意 后来我们考虑了 因为父亲有诚意 要破镜重圆 就让过去的伤痕 能够符合米平 能够成为一个温馨的家庭 所以你看就这样 我妈妈的心胸度量很大 包容量也很大 不跟我阿姨计较 然后又是这样 用爱慈悲善待我们 结果我阿姨在我十几岁的时候就死了 在两家又合一了 父亲在他六十岁的时候就死掉了 然后后边呢 结果阿姨身边父亲所有的子女 全部都怎么样 回归到我妈妈坐下来 不与人争 老子所讲的 以其不与人争 所以 天下莫能与之争 妈妈虽然她没有什么高学历 但是她很有智慧 她没有读过很多书 是因为以前的生活环境 又是在日剧时代 女子是很难读到书的 但是她很有智慧 又用爱心 然后又包容 不以人计较 这个不是嘴巴讲啊 是真的她就是这样去做 结果呢 阿姨也死了 父亲也死了 然后那边身边的子女也都一样 都回归 然后都回到妈妈的膝下来 然后我妈妈她脾气个性也都很好 所以就活活活活 不小心就活到91岁 所以你看到在这个过程 并不是说 我从小那我就生在什么 很有钱或是很幸福 样样很美满的环境 并不是这样啊 但是像我长大之后 我在回顾以前小时候的成长过程 我觉得虽然不是一个很完美的家庭 但是我没有受 如果说假设了 我父亲他不娶小老婆 他跟我们住在一起的话 哇那这样可能 我会受他的那个严厉的教育 严厉的那种观念打压 让我的心灵也会受伤或是封闭 你说不完美好不好 没有绝对 没有绝对 你只要往好的画面去想 往好的画面去想 各种因缘他都变成好的 怎么去看 看你怎么去想 看你怎么去引导 你同样的一件事情 来请大家记住 同样的一件事情 同样的一个情境 你往坏的方面去想 你往坏的方面去看 他就会往坏的方面发展 同样的一件事情 你往好的方面去想 往好的方面去看 他就往好的方面发展 这就是佛教所讲的 一切为心灶 如果你的人生 你是悲观的 消极的 你就会种下很多悲观消极的种子 你的人生就会往悲观消极方面走 如果你是乐观积极 你播种的种子都是乐观积极的 他自然的 就会往乐观积极光明的方向发展 所以跟大家免疫的就是 您是您生命的主人 您是你命运的主导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